车是按大小收钱的 五座便宜 七座是贵 那你说我要说没有那二三十万 我二胎三胎家庭就不能开车了吗 当然不是 十万块钱的吉利豪月 留给二胎家庭最后的本 最近吉利车它是这个风格 就是便宜的车让你看不出便宜了 你看这个吉利家族化的前脸 从沃尔沃那搞来的 配上吉利这个黑色盾标 在豪车面前都不输气势 一个摄像头 下面还有一个用于驾驶辅助的激光雷达 这是辆十万块钱的车 你再看大凳 LED的 矩阵式的 带随动转向 带自动遮挡 这辆车看着是窄长窄长的那种感觉 你说这车窄吗 宽一米九 不窄在车内是一个很充裕的空间 但为什么是这种感觉 因为车长四米八三 新豪月配备了一个19寸的轮毂 235 50 29上一代只有18寸 这是一个原厂的配备 上方是一个黑色塑料轮毂 这东西就看你怎么理解了 也可以说是省成本 也可以说是在泥泞天气或者说雪天 把这弄坏了 不会心疼 这个线条上前后各有一个 让侧面显得特别的粗壮 然后这个通过性也是OK的 从地面到这离地间隙是220毫米 就是你面对一些乡村道路 或者说是一些非扑桩道路的话 一般的都不会给你造成什么麻烦 原厂给你配备了一个行李架 侧面外观看上去是比较稳重的 不是那种轻飘飘的风格 尾部的外观就稍显平了一点 下面的硬塑料用的确实有点多 其实我给厂家一个建议 我觉得可以把吉利的logo 还有这些尾标都换成黑色的 就像吉利兴瑞的时空版一样 虽然没有换多大的东西 但是提升的感觉其实特别大 然后下面的镀铬 我觉得这部分也可以熏 现在镀铬真的是有点过时 这种设计 老款豪宇的1.8T 在新款上也没有更换 其实也侧面代表着 1.8T经受住了老车主的考验 所以口碑还不错 Go LE 4G18TEC 这是吉利春晓工厂 生产的一款1.8T的发动机 据很多老车主说 多年以后不漏不烧 所以口碑还是不错的 唯一是有人说 这个车好像有点废油是吧 我查了一下小熊的重测油耗 也就是10个左右 而且加的是92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合理的范围 这个车一上来那种感觉 就完全不是十多万的一个水平 你看壮色的内饰 皮子呀 这个都是 你看这儿 你以为这是塑料吗 软的 一个拉丝面板的运用 非常有科技感 就像是这几年新车最流行的设计 座椅完全皮质的 两边都是有支撑的 然后腰部两边也有支撑 不管主驾副驾 都是有电动调节的 前面空调控制 这个USB接口 这儿都是实体按键 就不是那种虚拟的 让你找不着那种按键 三种驾驶模式 切换用一个大旋钮 我觉得比吉利高配的那个还好 这儿还有一个自动泊车 360全能影像 陡坡缓降 都是非常实用的功能 两个12.3寸的屏幕 一个是中控屏 一个是液晶仪表 就观感非常的好 吉利最好的车 是什么水平 这个就是什么水平 而且这还有一个功能 我在这设置一个导航 然后我拿三个指头 往这一滑 就能滑到仪表上 然后再有一滑 仪表又能恢复 以前的样子 就用起来特别便捷 L2级别自动驾驶 就我直播的时候 还有很多人问我 这东西有用没用 其实我觉得 有条件的话 还是上一个 就是开高速的时候 你就不用再这样板着 然后开着车 在这边踩着刹车了 你就这样 舒服着坐着 然后两手板着方向盘 脚想放哪儿就放哪儿 车前车停你就停 前车走你就走 在这调速度快纳 就整个过程 四五百公里 根本就不带累 七座SUV的布局 就是这样 232 中间能坐三个人 后排还能再坐两个人 怎么比较一下 就完全是一个 非常舒适空间的 敲鸭 冷腿什么 都没有问题 然后前面 也是能够控制空调 这都是一个电动的控制 控制风向 还有两个出风口 下面也是有USB充电的 我喜欢的是中间这个座 就中间这个座 它跟其他的两个座 是完全一样的规格 它也是有两边的支撑 然后是整个陷进去的一个状态 我们看一下 我们最关心的第三排 你看它第三排是这样进去的 七座SUV 我们最关心的 还是第三排的空间 但是你别忘了 这车轴距只有2815 你如果放在一辆轿车上 这就是一个行政级别 那么一个体验了 非常舒服 但是如果你放在一个七座SUV上 你看着就可能没那么舒服 你看比一下 腿部只有多少 只有一拳 而这一拳是怎么换来的 你看我腿都已经弯到什么程度了 太高了 这下面这部分 后备箱也被挤压的所剩无几 但是第三排给的配置 也该给都是给了的 比如说这有一个背脱 储物的地方也是有的 然后这还有一个空调的出风口 轴距也不一定完全就代表空间 这个轴距虽然是2815 搁在轿车身上 也就是一个稍大一点的轿车 但是它的空间利用率非常非常的高 你看我把两排座椅都放到之后 我是可以以1米6的身高 完全舒适的躺在这上面的 如果架一个床垫的话 这就是一家人出去玩的话 录个营 我觉得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上面还有一个大圈有天窗 它是能感应雨量自动关闭 而且是能隔绝紫外线的 这辆新豪月还是匹配了之前1.8T的发动机 马力是184 300牛米 其实我们很久已经没有见过1.8T的发动机了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老的技术 其实我一直觉得1.8T是一个非常好的排量 它不像1.5的发动机调出来那种生死力竭的 就是转速很高才能发挥出它的马力的 但是它又不像2.0T发动机会影响车企的排放标准 然后让这辆车就更加备油 所以这辆车从1750转开始进入扭矩平台 然后差不多到4000多转的时候 都是一个峰值扭矩的一个输出 所以这个排量我是非常非常满意 七座车 之前我开G258开了三年 房子被我开没了 家人被我开垮了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这辆便宜的吉利豪月 你们非说它是双离合 朋友们 双离合顺不顺我们开的人不知道吗 吉利现在调双离合已经到了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炉火纯青的水平了 包括我们之前试的几辆车 无论是星锐了还是星月了 星月L星月S其实都是一个非常舒适 非常平顺的一个水平了 比如说我在低速的时候 你根本会感觉不到123档的顿挫 它能把这东西消除掉 不是说一带而过 就完全不影响你日常驾驶 而且在这辆车上除了平顺性以外 它的换挡的速度和效率 其实也是完全足够你用的 假如你不是说像赛道那种情况 它不会给你在急加速的时候给你拖挡 所以你日常加速的时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七速实施双离合 它也是可以帮助你在堵车的时候 不会让你的变速箱去过热 对一台家用车来说我觉得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这辆车底盘是一个完全偏向家用化的一个调教 因为毕竟是一个七座SUV 我觉得多偏向家用都是能够理解的 这感觉其实让我特别熟悉 我感觉底盘调教的时候一定是有CMA的技术 或者是工程师参与进来的 这感觉太像星瑞了 而且有一点那种沃尔沃那种意思 能在车里保证你最基本的舒适 然后又能把颠簸给你传递上来 避震面对这种回弹的时候 它能给你处理的很干净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适合家用的这么一个调教 方向盘也是指向是比较精准的 而且回正的力 力距其实都也是非常合适的 但是你别指望它有多好的操控 因为它的调教还是有点太软了 比如说在刹车和加速的时候 车身都会发生剧烈的点头和抬头 然后左右也会有一些侧倾的存在 这些都是会影响你的重心转移 然后是无法让你在弯道 甚至是在赛道有多么快的表现 所以对于一台家用SUV来说 我觉得它是很合格的 我对这类车型特别有好感 它不是那种买去让你充面子的车 而是说你花的每一分钱都能花到车上的人身上 你的家人 你的孩子 你能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舒适 十多万的价格 然后买到一个超大杯的那么一个享受 它比较好开 动力也不错 开着也非常舒适 配置还非常的高 你再去看同级别的合资车 这个狗屁不是你 所以十万块钱买国产 这一点毛病都没有 大家放心冲大档出来